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致命一跳 故事一开始,一个名叫伯利的富豪勋爵正在为自己的遗产问题而感觉到焦虑 看着自己这两个不成器的儿子,他产生了要修改遗住的想法 好友帮助伯利找到了一位守之法律的女管家美达 伯利告诉美达他共有两个儿子,老大沉迷于女色,老二性情暴躁 时不时的还要辱骂他这个老父亲,他实在不愿意把财产留给这两个人 说到这里,他的眉头紧紧的皱了起来,似乎有什么难言之意 在美达的询问之下他说出了真相,原来20年前他其实还有一个老三 只不过自己和老三之间闹过一些矛盾,他便将老三主出家门 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在心里面还是觉得非常遗憾 现在想要把自己的老三找回来,美达听后给伯利提出来一个建议 伯利可以将遗嘱修改为在他离世6个月之内 老大和老二必须要帮助他找到失联已久的老三 否则的话他所剩下的这些遗产就将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 这样不但可以刺激两个儿子做点正事 也可以实现伯利找回老三的遗愿 伯利对于美达的这个建议非常满意 于是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大和老二 他的两个儿子非常不满意,没有任何悬念 按照老三的火爆脾气,他将父亲臭骂一顿 并和哥哥大打出手 看着这种混乱的场景,伯利心脏病发作 一时间离开了这个世界 两个儿子冷眼旁观,好像在他们面前死去的是旁人一般 之后老大依旧每天沉浸于女色之中 在父亲的葬礼结束之时,他看见了面容狡好的美达 就故意上去挑戏了一番 这使得美达在心里厌恶起了他这个人 于是美达偷偷联系上了老二 并将所有得到遗产的方法提前偷偷告知了老二 在六个月的时间到达之际 如果寻觉只剩下一个儿子 那么他所剩的这些遗产将全部归活着的人 这句话似乎在暗示老二杀掉老大 在他们父亲去世后的几天里 老大和老二并没有找到关于老三的任何线索 这时老大提出 老三失踪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还活着都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可以把父亲的魂招回来问问他 老大当然不是真正想要知道真相 只不过想借此吓唬自己的弟弟而已 为此他提前便在招魂的房间当中做了手脚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刚才老大在这个房间当中所做的手脚都完全被老二看在眼里 老二和美达他们两个人一起修改了老大的机关 在招魂那天 老二假装自己真的被老大的机关所吓到 本来以为招魂仪式就要结束 而这时这个房间的一扇门突然打开 伯利的鬼魂从里面慢慢悠悠的飘了出来 老大被吓了一跳 当场心脏病突然离开了人世 其实刚才的伯利只不过是老二早准备好的模型罢了 老二和美达两个人将老大的尸体运到了地下室 老二本以为所有事情都搞定皆大欢喜 但一回头却发现刚才还在棺材当中的老大已经消失 他突然被身后的一声尖叫吸引了注意力 老大拿起钢叉叉响了他的胸膛 将其结了果原来美达早已经被老大收买策范 站在了老大那一边 这一切都是他们两个人提前计划好的 兴奋之际老大看了一眼父亲的棺材 而他的父亲这次真的猛的睁开了眼睛 老大一下子瘫倒在地 这次心脏病真的发作离开了人世 原来美达早就告诉伯利 自己已经帮助伯利找到了老三的踪迹 现在继续留着这两个败家儿子没有任何用处 所以不如把他们两个人全部杀死 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自己的老三 在昏暗的坊间当中 勋爵色眯眯的看着美达 夸赞他的身材曼妙 看着实际一到 美达把自己真正的身份展现在了勋爵面前 原来他是一个男人变性而来 而他的身份正是当年被勋爵主厨家门的老三 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仇和夺得遗产 就在此时 之前将美达介绍给勋爵的好友 突然出现一枪打爆了勋爵的头 将手枪放在勋爵的手中 伪造出来勋爵自杀的假象 故事的最后 老三拿到所有遗产 不得不赞叹 一部20分钟的影片当中